各位我给大家讲个笑话 美国对乌克兰援助 俄乌战争进行到今天 把中国给吓坏了 吓得中国不敢武统台湾了 不敢在南海动手了 那位说这谁喝了多少假酒啊 说的这话呀 美国政府啊 美国政府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说的呀 各位看见没有 美国中情报局的局长说 乌克兰的战争使得习近平不敢在台湾 南中国海轻举妄动 威廉伯恩斯在3月11号说 乌克兰的战争吓坏了中俄 我认为维持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仅不会 以威慑中国为代价 而且实际上有助于威慑中国 无论在台湾南中国海 还是其他地方 我们的评估是乌克兰的战争 尤其是战争的第一年所发生的事情 使习近平保持清醒 说乌克兰战争中 乌克兰所展现出的勇气和坚韧 令习近平感到意外 他没有想到乌克兰人会以乌克兰人 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坚韧进行抵抗 他没有想到他认为美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大国 却会像总统拜登所领导的那样 在你们所有人的支持下向乌克兰表示声援 这种影响远远超出了乌克兰或欧洲的安全的范畴 这才是今天真正的厉害书冠 之后 那位说这位确实是喝假酒喝多了吧 难道不该是俄乌战争暴露出来了 整个的美国这种军力的空心化和衰落吗 难道不是乌克兰一年多的战争 就把美国的常规军火库给掏空了吗 把欧洲北约的军火库都基本上掏空了吗 难道中国没有看到俄乌战争中美式的 所谓的这些不可战胜的武器 全都被俄罗斯三流的这种陈旧的设备 打的是落花流水吗 德国的豹式坦克 美国的埃布拉姆M1A1坦克 频频的被老旧的反坦克的火箭弹 乃至是廉价的无人机给击毁在乌克兰的战场上 难道中国没有看到说美国现在连炮弹都供应不上了吗 难道没有看到说整个北约供应的炮弹量 还不如人家三将军的一次的量啊 难道没有看到说欧洲连炸药都生产不出来了吗 因为没有消化棉抵制了新疆棉连炸药都没有了吗 我倒觉得欧战争没有吓坏中国反倒是戳破了美国这种纸老虎的形象 但是美国政府吹呗 反正吹牛谁不会啊 是吧 这个副局长他说啊 别怕啊 这个中国不敢武统台湾不敢在南海打 为什么呢 因为他怕呀 一打的话外资就全撤退了 中国呢 现在是怕打破这些瓶瓶罐罐 如果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收复台湾 收复南海的岛来说 一点外资 我想啊 中国政府会权衡的吧 如果为了一点点外资 就不走向自己说的伟大复兴了 史书上该怎么评价呀各位 啊 美国人想当然了这是 对不起 激烈的优势 over the near term with youth unemployment around 14.9% no major stimulus aimed at consumption forthcoming massive local debts and a property market contraction 2024 is likely to be another difficult year for China's economy all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n aging and shrinking population and slowing economic growth in the meantime President Xi's emphasis on control and central oversight is unlikely to solve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China's economic and endemic corruption demographic decline and structural economic constraints and over the coming year tension between these challenges and China's aspirations for greater geopolitical power will probably become all the more apparent given its ambitions Beijing will continue to use its military forces to intimidate its neighbors and to shape the region's ac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C's priorities we expect the PLA will field more advanced platforms deploy new technologies and grow more competent in joint operation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aiwan and the Western Pacific and the role intended for China's growing nuclear forces and cyber capabilities in this effort and the ultimate intent behind unprecedented growth in these areas remain a priority for us in the IC and they are not unrelated to actions of Russia 确实是假酒都没少喝 但这也考验中国政府的魄力 不打破一个瓶瓶罐罐的旧世界 怎么建立一个新世界呢 是不是太祖说过呀 好吧 咱们看看 美国的政客 我一直说 这个选举制度选出来的 这个政客都低质化了 疯狂化 其实美国现在整个政府的认知 和台湾的这些台独分子的认知呢 都是在一个低水平的智力线上的 他们都差不多 你看 这两天呢 这个台独们在炒作一个事 说这中国大陆啊 这帮人没文化呀 他们把这个电影啊 这个电影名啊 翻的呀 翻译的都很可笑 你比如说 Top Gun 就是那个 汤姆克鲁斯演的那个系列的电影 是吧 那个中国 把它翻译成什么呢 翻译成好大一条枪 好大一条枪 大伙一听就乐了 是吧 这个台独人士的认知 怎么这么低下呀 是吧 那个人家大陆吧 那个电影翻译成 壮志凌云 什么好大一条枪啊 你以为你看汤姆热呢 是吧 好大一条枪啊 好吧 那个 这个台湾啊 这些人呢 说魔兽争霸 大陆给翻译成怪兽 这个战斗第三代啊 好家伙 明日帝国啊 翻译成不死金刚 明天的亡国啊 什么异形翻译成真奇异寿 胡说八道 海底总动员 翻译成海底都是鱼 向左走向右走 翻译成不知道往哪走 这个台独确实这个认知 跟美国政客一样 一样的低下啊 还有一个挺逗的啊 就是台湾呢 有一教授啊 他说这中国呀 要打台湾 他不敢打啊 也没有能力打 那他的理由呢 你就看看吧 中国为什么会称这个时候打台湾 我是觉得很可笑 他翻译成不败 是不敢打台湾啊 打台湾他也毕竟失败 你要登陆 你过不了台湾海峡 你的船就被打完了 你要飞弹打 你飞弹才多少 因为我们有 台湾海峡一两百公里 能够火炮是会不会来一两百公里的 所以他再多的飞弹跟火箭 对一个正的把握攻击都不够 更不要说台湾 那你包围的屁啊 包围台湾 就是包围全世界你知道 全世界百分之五六十的 货运量 经过台湾海峡这一代 百分之六七十的空运量 经过台湾海峡这一代 你怎么封锁这一代 就封锁全世界 韩国跟日本跟美国 台湾 联合起来干中国 轻轻松松把你干掉 没有一个可行性 所以中国官员 中国军方做了很多可行性的分析 都最后都不可能打 就说没有把美国放进来 你都打不了 何况美国怎么会不嫁进来 日本怎么会不嫁进来 你日本跟美国 多想把你中国打为十七十代 你你要打台湾 刚好给每个日最好的借口 顺势把你打为十七十代 这种台独的傻缺 好吧 那现在是不是该动手了 好机会啊 你看看人家东部战区 东部战区都整活了出来 东部战区用那个州处 除三害啊 这现在这个很流行的梗 来整活蔡英文 我们看看啊 我觉得这个解放军的宣传机关 也很有幽默感嘛 你别说啊 这周处除三害里边 这个邪教的这个歌 是真他娘的洗脑啊 是吧 这是东海舰队啊 东部战区的东 这周处理解放军的宣传机关 2 1 东海舰队就凭这个宣传片建议 给最少利三等功 点个订阅 咱们下集再聊